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三題 第三題它說 袋子裡面有大小相同的球 編號從1號到8號的球各一顆 那小明從袋子裡面一次取出兩顆球 那麼 變數X代表是取出來兩顆中 比較小的號碼的球 球的號碼 那PK表示X取得只是K的機率 那麼 K從1到8問有幾個PK的值會大於五分之一 那我們在想說如果你這個 比較小的值是1的話 K這個時候就是1 那因為球都不一樣 所以有一顆是1號球另外一顆不能再1號了 就2號到8號 那2號到8號的話跟1號來比 這比較小的球就是1號 所以2號到8號 7種情況都是可以的 好所以這也有7種情況 那也就是說如果X1的話 P1 K等於1的時候 P1會等於多少 那全部的 情況8顆球隨便選2顆 C8取2 C8取2算出來就是 8756除以2 28 好 那麼 上面的XK就是看你這個有幾種 剛才的 K如果等於1就是7種 那這邊就是7 就是28分之7 這樣子 好 那麼我們說 它題目要問說 要大於1分之1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是 XK的話 這個要整個要大於1分之1 把它撐過來 XK就要大於1分之28 大概是5.6 就是5.6 好那所以你的XK剛才的 7有沒有大於5.6當然可以的 那如果K等於2呢 顯然另外一顆球就3到8都可以 這樣 比較小的球才是2號球 所以這裡有7種 當然這裡就只有6種 那以此類推 1234 1278 就是7 6 132 10 好 所以這個情況 變這麼多 那我們知道說要大於5.6的話 當然是只有這兩種 好 K等於1跟K等於2 才可以 所以我們這題的答案呢 當然就是要選的就是 B 這樣你會了嗎 7 6 7 7